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7日20点19分联合报记者蔡孟宇及时报道高市场韩国瑜几乎天天被点 明选总统,她即说,现在如何赶快把高雄市经济冲到某个门槛,未接及有更多订单,更好的经济发展是现在当务之急 被追问似乎从未说过不选,韩国瑜说会的,到时候最终我一定会跟大家报告,但 现在的答案就是如此,并强调现在人在新加坡,不适合讨论这个,一切回台再说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传3月7日宣布参选总统,韩国瑜今晚宴时受访说,王金平是高级的, 高雄是政界长辈,也是资深政界领袖,在高雄有比较重要的地位,这点是毋庸置疑的,目前为止参加国民党内初选总统的候选人,似乎越来越多 昨天还有周西伟,前不久还有罗志强,瞎上王金平院长,再来是朱立伦前主席,越来越多,他身为一个党员,也是高雄市场,对这些参选总统初选的候选人,都予以祝福,在党内初选时,我的立场就是如此 对于每天被点名会否感到厌烦,韩国瑜说,大家认为他可能有些大一点的政治光谱或者比较被注意,或民调比较高,这些他都非常感谢,不会厌烦,是非常感谢,但现 在如何赶快把高雄市经济冲上去,到某个门槛,某个位阶,有更多订单状态,更好的经济发展是他现在当务之急急需要面对的,他的市政团队也都秉持这样的理念在冲 被问到是否达到门槛后才有下一步,韩国瑜说,不是,因为过去经济比较萧条,现在赶快重整,然后赶快去冲经济 达到某个门槛后,他会有个另外一个不同境界,如果机器太低,高雄市民当然经济会过得比较差,所以我急着要把他先拉到某个位阶,是这个意思 在被追问似乎从没说过不选,韩国瑜说,会的,到时候最终我一定会跟大家报告,我现在的答案就是如此 他并强调现在人在新加坡,不适合讨论这个,一切回台再说 高市场韩国瑜晚宴前在签署一笔超市订单,并于晚宴前接受联访 记者蔡孟瑜,摄影分享分享分享留言烈意